大家好,歡迎來到BanBan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題目 事不宜遲,先看看題目 它就說If the exchange rate between the Hong Kong Dollars 它簡稱是HKD,就是港元 And the Japanese Yen,簡稱是JPY Is 0.07HKD per JPY 簡單來說,每0.07港元兌1元的日元 它的意思就是這樣 它就問我們,How many Hong Kong Dollars can be exchanged for JPY 日元400元,簡單來說 就是多少港幣才能唱400元的日元 是這樣的意思,可以嗎? 好,事不宜遲,拿單單字出來再說 由於時間關係,科技都好先進 整條題目出來了 大家不用客氣,真心可以看著做 省時間,非常方便 老老實實,這些題目 我們經常都去旅行 經常都回鄉下 日本叫鄉下 香港人經常都回鄉下 那唱日元,一年都唱幾次了 Mr. Wong Mr. Wong一年都去幾次日本 可以嗎? 起碼兩、三次 我唱錢 這些是日常生活用到的數學 其實普通常都做到的 簡單來說,我會熟著這句 他就說那個匯率是多少 如果那個香港幣和日本幣 如何對發 最重要就是這個 0.07的香港幣 就是每一元日元 中文就跟我們自己看這句 就是第一句這句 所以簡單來說 現在我們要唱400個日元 要用多少港幣去唱 所以我們直接來 直接寫 這條都不難的 common sense 就是 Amand in Hong Kong dollars 英文的同學寫先 中文的同學等我一會 就是 which can be exchanged 中文的同學 中文的同學 就是什麼意思 就是 這個總數 總數 多少的港幣 可以被轉換 是吧 被會轉 會轉到出來 被轉換 其實就是簡單來說 是吧 因為你 一個日元 每一個日元 就是對0.07 這麼多的港幣 所以其實我有400元日元 對回多少港幣 就是只要把 每個日元 就對0.07的港幣 是吧 那我乘回400 因為我有400個日元 是吧 那你就搞定了 所以其實最後 中期答案 這是什麼呢 所以最後等於 就是HKD 多了 好了 那這裡乘一乘 0.07 再乘400 應該就是出28 OK 這條根本上 都是一個common sense 日常生活 應用到的 一條數學 OK 都不是一些深的東西 是你平時都接觸到的 OK 好 終於搞定 就check一check 看看大家今天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們就今天到這裡 OK 好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